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分享及阿巴奇英龙简介 阿巴奇英龙是什么呢 阿巴奇英龙是一个一站式的海量数据集成框架 提供自动 安全 可靠 高性能的数据传输能力 同时支持批和牛 方面业务构建基于牛式的数据分析 建模以及应用 再来看阿巴奇英龙的一个发展历史 阿巴奇英龙立项于2013年6月 经过一个5年的发展 2018年6月 接入数据量突破13万亿每天 2019年的6月 接入数据量增长到22万亿每天 同年的9月 阿巴奇英龙正式开源 开源之后 经过一年的发展 于2020年12月 接入数据量达到45万亿每天 2021年12月 接入数据量更是突破了75万亿每天 今年 也就是2022年的6月 阿巴奇英龙正式毕业 成为阿巴奇的一个顶级项目 阿巴奇英龙的一个主要用户有哪些呢 比如财富通 微信支付 腾讯会议 腾讯大数据 企业微信 以及达到英龙等 也欢迎未来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够使用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英龙的一个特性 首先是简单易用 它基于上市模式 对外服务 用户 用户只需要按主题发布和订阅数据 即可完成数据的上报 传输 以及分发工作 再次它稳定可靠 阿巴奇英龙源于真实的线上系统 提供上十万亿级数据的一个高性能处理 以及上千亿级可靠的一个数据流量 另外它功能完善 支持多种不同的数据类型 支持不同的类型的一个M-code集成 以及基于规则的14ETR和分解落地 并支持以可插把的方式来扩展系统能力 再来看服务集成 阿巴奇英龙 它支持统一的系统监控告警 以及细腻度的数据指标呈现 对于管道的一个运行情况 汇总在统一的数据指标平台 并支持通过业务设置告警信息的方式 进行异常信息提醒 最后它联合扩展 全列路上各个模块基于协议 以可插把的方式组成服务 业务可根据自身需要 进行组件替换和功能扩展 这是阿巴奇英龙的一个整体架构 最上层是英龙的Manager层 也就是英龙的一个管控层 它提供原数据 提供原数据 集群 权限 任务调度 以及审计对障 监控 等各方面的统一管控 下面是英龙数据链路中的各个组件 从左到右依次是数据采集层 数据汇聚层 数据缓冲层 以及分件入库层 其中采集层 也就是各种agent 负责数据的采集 比如fire和db等 数据汇聚层 主要用于收集采集层 采集的数据 或者通过SDK主动 上报上来的数据 并把它发送给下游的数据缓冲层 数据缓冲层 也就是m扣层 用于高性能的一个数据缓冲 数据分件层 也就是英龙数的 它提供基于Flink的 高效数据分件能力 下面我们开始 讲第二部分 也就是英龙的 Sort的一个整体架构 首先我们来看 英龙Sort是什么呢 英龙Sort作为 阿巴奇英龙的一个核心模块 它采取新型的一个 采取新型的一个数据模型 支持多种读写 数据员进行任意的一个组合搭配 它具备一个 强大的一个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比如说支持MySQL 同步到COP卡 同步到Hive HPS 反过来COP卡 Hive HPS 也可以同步到MySQL 等 这是英龙Sort1.0时期的一个架构 它采取 硕士和深刻的一个数据模型 底层采用DataSwim API来实现 这种架构 相对简单 但也面临着一些 不得不解决的一些痛点 比如说 它支持的数据员有限 并且扩展成本相对较高 只支持制度上映射 在数据转 在数据转换方面 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因为它只支持 以同一任务中 单硕士 单克深刻的数据流向 导致它的一个应用场景有限 只支持 而Partner模式的一个读写 无法还原上运的Upset的数据 同时它将Sort Core和Sort Collector 打包在一起 非常容易导致下班冲突 最后基于 几层DataSort API的一个实现 它的开发运营成本 也是不够服务的 那么这么多痛点 我们怎么解决呢 一个基于 基于Flinger Seeker的 一龙塑的ETR架构 也就是一龙塑的 220架构 应运而生 一龙塑的220架构 主要包含三部分 一个是一龙塑的ETR数据模型 一个是Flinger Seeker解析器 用于将Sort的ETR模型 转运成Flinger Seeker来执行 另一个是支撑Flinger运行的核心 也就是做了Collector 这里有个疑问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Flinger Seeker呢 第一Flinger Seeker 它拥有很强的一个 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这主要也得益于 Seeker本身的一个 强大表达能力 第二Flinger Seeker相比 Flinger DataSumo API而言 它的开发成本更低 只有第一次需要实现 缩达的ETR模型 到Flinger Seeker的一个转换 后面可以聚焦于 Flinger Seeker能力本身 比如扩展它的一个Connector 开发一些自定义函数等 通常来讲 Flinger Seeker也更加健壮 更加稳定 这主要得益于 强大的一个社区支持 以及广大的一个用户实践 对用户而言 Flinger Seeker也更加通俗易懂 特别是对使用过 Flinger Seeker的人而言 使用方式简单熟悉 这有助于用户的一个快速落地 最后对于成量任务 它拥有更低的一个迁移成本 尤其是Flinger Seeker任务 其迁移成本极低 部分情况下 基本上甚至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那么英龙说到220 它具有哪些特性呢 首先它支持丰富了 数据源读写 支持常用的一个数据转换 支持统一任务 多数据流向 支持而碰了Amser的模式 具备快速扩展数据源 以及数据转换的能力 同时它将Solar Core和Solar Collectors Geo 带来了一个更轻点化的一个Sort 那么英龙说到220 它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它支持丰富的一个数据源读写 支持各种数据转换 以及数据连接 支持而碰了Amser的模式 能满足 收取绝大部分用户的 一个绝大多数使用场景 即使有不满足的情况 用户也可以基于一日的协议 实现快速扩展 另外捷偶Solar Core和Solar Collectors 这种更轻量的架构 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需要的一个Collector 这极大的降低了 用户的一个加班冲突 同时同一个任务支持 多种数据流向 能更好的利用资源降低使用成本 比如需要同步大量的小数据量表 我们就可以将其压缩到一个任务中 以此来提高资源的一个使用率 这是一个完整的 应联Solar架构 用户通过应联Dashboard 或者说Common Tools 来触发一个数据同步任务 通过应联Manager来实现 原数据任务等的管控 通过应联Solar来实现分简入库 目前应联Solar已经支持 13种常见的数据节点 用户也可以基于 已有的协议实现数据节点的一个 快速扩展 另外除了和应联Manager 应联Dashboard搭配使用之外 提供全联络的一个数据集成服务 应联Solar也支持独立的运行 只需要准备弗林克环境和应联Solar 即可快速完成 小规模数据集的一个ETR处理 讲完应联的Solar整体架构 我们再来看应联Solar的一个实现原理 应联Solar的一个实现原理 主要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弗林克Sake解析 一部分是应联Solar的Collectors实现 现在靠FlinkerSake的一个解析 下面这种图是我们定义的 FlinkerSort ETR数据模型 我们将同步过程中的数据节点 数据来源端抽象为Extrata Load 数据转换抽象为Transform Load 数据去向端抽象为LowLowLow的 数据流向抽象为节点关系 也就是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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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同时我们还抽象出了方个性和方个性的Promo 来定义数据来定义数据 来定义自端转换以及数据过滤 结合Transform Load的 即可实现数据同步过程中的各种T 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我们将一个数据流向 封装为一个StreamInfo 将一个同步任务封装为一个GroupInfo 一个StreamInfo可以包含多个数据节点 一个GroupInfo也可以包含多个StreamInfo 现在有了数据模型 那么我们怎么将它转换成FlinkerSake呢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解析模型 我们采取循环迭代的方式 来实现Sake的一个解析 它先解析GroupInfo 再解析GroupInfo中的StreamInfo 再解析StreamInfo中的Relation 以及Relation中的Load 最后再解析 Load中的FinalRelation 以此循环往复 直到解析完GroupInfo中的所有数据对象 最终它会生成一个完整的 FlinkerSake的执行脚本 一般作用图描述了Flinker说的模型 与Sake的一个对应关系 比如一个Extral Load Lode的会对应生成一段 FlinkerTable的Sake TransformLode的会对应生成Flinker无优的Sake LodeLode的会同时生成FlinkerTableSake 以及InselerSake 大家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A87应用这块的一个实现原码 下面是FlinkerSake解析的Demo 比如MySake ExtractLode的转Sake TransformLode的转Sake LodeLode的转Sake 下面我们来开始介绍 英龙说的Collector式的一个实现原理 英龙说的Collector 它主要包含三部分 首先是附用 HairLode的Collector 比如说FlinkerCDC AzbergHBS等 其实是基于U的Collector来扩展 比如说支持ES路由 扩展MessageCDC 考卡源数据之段 支持Apple模式写入 比如说 HairLodeClinkHouse等 基于GDPC 扩展OracleSakeCaverClinkHouse等数据源 除此之外 我们还开发了一些新的Collector 比如郑队也是腾讯开源的TableM Code 对应的一个TableM CodeCollector 腾讯云上数据湖产品 DLC 对应的一个DLCCollector 接下来我们来看时间案例这一块 在那英龙是腾讯基于887英龙 孤化的云上数据集成产品 现在看DLC应用了一个应用场景 它通过快速连接和融合云上云下 之间的各种数据 解决业务数据上云数据平台构建 数据迁移备份 以及业务升级 整合数换问加速 全外检索等多个场景中 数据整合和数据同步流撞的问题 比如说数据迁移上云 DLC应用支持快速的迁移云下数据 至云上存储 并且上云过程 支持全量增量的方式 数据入仓 以及交互分析 DL应龙对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治理以及建模 使用大数据云服务的弹性和安逊能力 进行进一步的业务和数据分析 在数据工程和科学平台搭建方面 DL应龙与调度原数据等技术技术能力深度融合 作为技术底座和数据入口 帮助企业快速的搭建 业务数据系统 轻松应对快速变化 以及日益增长的数据需求 接下来我们来看应龙 DL应龙的一个特性 DL应龙它具备操作清廉化 管控精细化 过程可视化 以及能力开放化等特点 首先来看操作清廉化 DL应龙它基于画布模式 以数据节点为单位 简化并统一技术配置 用户通过简单的拖拉杖的操作 即可完成开发 过程可视化 通过图片 可视化的方式 从任务 链路 节点等多绿路 展示数据集成各种的数据质量 同步效率 资源使用等核心指标 和理程碑事件 管控精细化 支持复杂的调度策略 吸入多的全线管控 开发生产环境隔离 以及精细化的流量 数据 张数据管控等 最后 加大一龙 它支持 支持能力 开放化 比如它支持 迎候的与 各类基础技术 能力 产品 平台 平台系统 等进行数据对接 最后我们来看 A87英龙的一个未来计划 右边这张图是 A87英龙 2022年的一个热度码图 其中设计的 硕头的主要有 Standard Loan 支持英龙 消息的一个解析 支持 批流一体 支持指标暴露 以及支持 更多的一个collector 比如说 A87的Dollars 设计的 一种manager 主要有 补齐 manager client的一个能力 P数据 P数据流管控 补齐 manager common tools的一个能力 支持创建 深刻硕士 支持agent的管控 支持 考卡等 设计了一种 agent的油 支持manager 硕士 增强文件采取的一个能力 支持mcode td硕士 以及对其 新年化 应用sort的一个collector 能力 大家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通过下方这个链接 来查看更多的一个详细信息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 当然对A87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右边的这个官方公众号 另外对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通过我的个人邮箱来进行交流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